艾滋病是一种危害性的,传染度高的危险疾病,由于其具有传染性,存在长达数年的潜伏期,且潜伏期内很难被察觉到,已经察觉,色力燃发病等特性,给许多家庭地区带来了巨大的恐惧。 近年来,沃国艾滋病患者及病毒接待者人数,也一直呈增长趋势,与此同时,通过媒体的宣传和网络的普及,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艾滋病的危险性,对其预防防范意识大大增强。 一,艾滋病,艾滋病序有感染艾滋病毒,GHIV病毒引起的,这种病毒进入人体后,就开始攻击人体的免疫系统,大量破坏免疫系统最重要的CDC-T-08细胞,人类散失免疫力之后,如同门户打开,感染各种疾病及恶性肿瘤,因此,艾滋病的死亡率是极高的。 二,艾滋病的传播方式,在临床上,艾滋病主要是通过血液,性肖和母婴来传播的。 目前,性接触是艾滋病传播的主要方式,因而,人们在选取交往对象,进行性生活等方面要更加理智健康,坚持良好的交往方式。 但与此同时,也不能忽视另外两种传播途径,血液传播在输血和注射方面要更加注意,鲜血要去正规的。 血液制品也要从正当渠道获取,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血液接触。 母婴传播,要求婚前孕前做体检,确认是否携带有艾滋病毒。 提倡忧和忧郁,组织,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,通过科学的方法,来预防或紧早发现艾滋病。 这样便可以减轻艾滋病毒带来的巨大杀伤力。 三,血肠规能否检查出艾滋病? 尽管艾滋病发作后,血肠规检查会出现异常淋巴细胞低于正常值。 但在确诊之前,血肠规检查,并不能作为诊断艾滋病的依据。 首先,血肠规是一项很普通常见的体检项目,由于艾滋病本身并非普遍性的疾病,因而未被纳入血肠规检查之中。 其次,个人是否患有艾滋病,是其隐私,只有在接收到患者查艾滋病的要求之后,才能进行相关的检查。 因此,血肠规检查是不能查出艾滋病的。 如果患者要检查艾滋病,要去卫生防疫站或国家指定的卫生部门,去做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,这样才能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艾滋病毒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